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听神中课 经历基督的真神 今天是12月20日 题目是一张古老的照片 经文在约翰福音一章九字 那光是真光 照亮一切身在世上的人 约翰福音一章九字 1939年1月5日 官方正式宣布 埃密尼亚·艾尔哈特已经死亡 艾尔哈特所驾驶的飞机于1937年 飞越太平洋上空的时候于地面失去了联络 没人知道他和领寒员佛莱德·鲁南的下落 之后 接近一个世纪的时间 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一直都是一个迷 到了2017年 突然有人找到一张古老的照片 在照片里面 埃密尼亚和鲁南坐在码头边 看来他们没有因为罪机而身亡 这个似乎证实了当地人的说法 他们多年来一直殷清 他们看到飞机坠落 但是埃密尼亚和鲁南其实没有死 只是被日本兵俘虎了 可惜 这张照片最终仍然未能协助世人找到埃密尼亚 同样的 在20世纪从头到尾 一直都有人想要找到真正的耶稣 很多人怀疑 认为在迷信和虚寇故事的掩盖下 耶稣已经失去了他本来的面目 而在中世纪的时候 教会所犯下的罪行 更增加了社会大众对教会组织的不信任 身为福林信徒的我们 明白他们所说的是真的 自从康斯坦丁之后 正教合一 已经令到基督教偏离了常规 很多假的教义被加强于这个信仰之上 于是耶稣的真面貌变得很模仿 不过 想象一下 如果有一张忠实呈现耶稣样貌的古老肖像 在末世突然出现在世人的面前 会发生什么事? 如果想要窥探耶稣的真容貌 无需辛苦鑽研历史的档案 而是在自己的周遭就可以发现呢? 如果眼前有一帮人 即使到了21世纪的今日 他们的生活方式 以及对圣经的教导 和新药里面所描述的教会该有的样貌 依然毫无差别 世人看到会有什么反应? 要是世上有个教会大声向全世界呼吁 大巴比伦已经倾覆 应当快快回转 敬佩拿创造天地海和众水全员的 又会产生什么影响? 无论爱玛利亚、艾尔哈特最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可以确定的是他已经离开了人世 然而耶稣的墓是空的 他仍然好地地地活着 而且热切盼望全世界都知道这件事 因此他要我们上为世界的灯 将他的样式映照给世人看 今夜的神中课讲到这里 欢迎下次再收听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